我们在《道德经》的二十章 可以看到四个字 叫做绝学无忧 绝学无忧 你如果从字面上解释就说 我既绝学习 我就可以没有忧愁 那更糟糕嘛 那你更赶不上时代嘛 那你到处都行不通嘛 脑子会这样害我们吗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绝学无忧 是告诉我们 你要放弃一切不知道的知识 你要把它弃掉 这样子 你就可以减少你的忧愁 减少你的烦恼 因为我们所学的 基本上都是皮毛 那人类他是由不认识 而慢慢走向认识 所以这个更危险 如果人类说不急不急 等我把所有都搞清楚了以后 我才告诉你们 这是什么 那是人类万幸 既然都是摸梭 一知半解 他就说我懂了 我懂了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什么 那就完了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皮毛 里面真正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突然间碰到事情 他傻作了 怎么是这样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现在在讲 太晚了 这叫自作聪明 最后害谁 害所有的人 包括你自己 二十章老子接着又告诉我们 为之以恶 相去几何 善之以恶 相去诺活 你说善跟不善 差在哪里 一东西好吃不好吃 差在哪里 一样东西好看不好看 有差在哪里 你说得出来吗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提醒自己 原本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都是从道生出来 而道他是混沌不清的 就是我们今天讲 磨磨糊糊 你不要把它搞清楚 这也无可或非 最可怕就是说 你没有搞清楚以前 你就说我清楚了 这个才糟糕了 然后就给他一个名号 有的名号以后 就开始给他定义 就是开始给他精确化 那本来相近的 就变成越分越底 那搞得人 好像是 很专精 都是专家 都很专业 那所看的东西都很宅小 这是当前人类 非常遗憾的事情 本来没有那么分歧的 我们使他更分歧 本来没有那么极端的 我们说的更极端 本来他们还可以互助的 我们会要把它分化 他又不是我们敌人 你老跟他分化干什么 然后搞对立 然后让他去战斗 最后我们同归于尽 我们最好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跟西方人比 西方人是比较理性 我们相对的比较不理性 这点我们要承认 因为西方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情 他跟你打招呼 他并不关心你 他很有礼貌 他心中没有你的存在 他只是礼貌而已 他是很形式化的 我们跟日本人比 日本人相当感性 我们也不感性 所以很多人老在这打转 说到底中国人是理性还是感性 都不是 我们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 叫情性 为什么叫情性呢 因为我们非常重感情 我们会用感情 来表达自己 对别人的关心 我现在问你 你是希望人家对你有礼貌 还是人家关心你 我就问你这句就好了 中文不太在乎有没有礼貌 不太在乎 西方人很重视有礼貌的 但他一定不关心你 我们是要关心 不一定要礼貌 你看一个人进来了 你老问他今天好吗 你老问他进来好吗 你老说请坐请坐 有什么用 中文不会 中文一个人进来了 你先看看他状况怎么样 全身淋的湿淋淋的 都是雨水 你再问他你好吗 你不是瞎了眼睛 进来好吗 他一定很生气 请坐请坐 他心想我坐得下去吗 这样就对了 中文看到一个人进来 先看他的状况 这就叫关心 这样就叫关心 然后赶快拿一个干毛巾给他 擦一擦 把衣服晾起来 是在冷的时候 借他一件衣服 批一批 你不要什么打招呼 不要什么礼貌 我们是非常实际的民族 然后问人家你口渴吗 废话 你要喝谁吗 废话 你端一杯来 他要喝就喝 他不喝自然就不喝 你老问他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养成习惯 就是人来了 先看看他的状况 看看有什么需要 我们会主动的给他 我们不会问的 看起来很没有礼貌 但是要礼貌干嘛 实际的产生一些作用 对他有些好处 有些照顾 那他心里头感觉很温软 这算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美国 学到最后人没有感情 那我们就想到中国一句老话 人而无情 何以为人 那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日本人很感性 我们不感性 日本人感性到会盲目的服从 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服从都服从到合理的地步 我们不会盲目的服从 不会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优点 我没有说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比人家强 我说我们有不同的一种特性 我们去检讨一下 我们该怎么办 人而无情 基本上就不足以为人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谈理性 谈理性 我们这个感情一定要保留 一定要保留 我们第一个要承认 他喜欢 他快乐 他悲哀 他烦躁 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要跟着他去起舞 不要 我们也不要嫉妒人家 很多人嫉妒人家快乐 很多人嫉妒人家成功 很多人嫉妒人家有什么长处 嫉妒心 会产生很多很多不良的后遗症 Muse 他有他的长处 我有我的长处 他有他快乐的时候 我有我快乐的时候 那就好了吗 为什么只能你快乐 别人不能快乐 为什么别人快乐 你就很不高兴呢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也很容易感情用事 那是不正常的 我们要克制 克制什么 克制让他合理 所以你看 什么叫中庸 就是发出来的情绪 发出来的感情都很合理 这样就叫中庸 世界上有两个大的染肝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学校 这两个染肝 对我们一生的成长 都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希望各位 千万千万记住 家庭舒染的是品德方面 不是技能方面 知识跟技能 那是学校去温染它 所以学校教育 是以技能 知识为重点 它可以进入社会 做准备 而我们家庭呢 是以品德为重点 准备送一个好的孩子 给老师 去教他的知识跟技能 这样就对了 你一天的话叫他物理 结果他连筷子也不会拿 你一天到人家 拉小提琴 最后他连 自己的被子都不会跌 那他不是错乱掉了吗 父母 千万千万记住 我们的 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维持 家庭一个很和谐 家庭很安宁 家人都能够信任 很多话在外面不能讲的 在里面可以讲 我看了很多家庭 实在是很好 他们就几个简单原则 就是我们家里没有秘密 谁也不要跟谁讲悄悄话 你要么不讲 要么就大声讲 大家都听得到 我就是很好 你在外面你是不得已 你只好跟人家讲悄悄话 你在家里 妈妈妈妈 把妈妈拉到旁边去 那爸爸就怀疑了 你们两个干什么 连而起来要整我 你制造这种 不安宁的气氛干什么 家里面 记住 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应该彼此信任 没有看谁比较顺眼 看谁比较不顺眼 没有 子女之间 他没有猜忌 他相安无事 如果只有一个子女的 他对父母 他没有隐瞒 那父母才知道 他什么事情 我也看到很多家庭 很温馨 小孩回来以后 会把他在外面的事情 通通告诉他的父母 不管对不对 老实在小孩 懂得什么对不对 小孩不讲出来 不经过大人的指点 他永远没有什么 是非的观念 永远没有 小孩很开心的时候 我在路上 讲到一百块 那看你父母怎么反应 哪来哪来 哪一看就不说的 那小孩心里想 那我捡了八天也没用 对不对 然后把他一抓就抓去 送给警察 那小孩也觉得很恐惧 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 我们的所有的举动 各位 对小孩都有很大的影响 都会影响他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维持 家人 很和谐 很不幸的 披上了一个神秘的外衣 但是你如果从一阴一阳之味道 你也会觉得 那真是太幸运了 怎么一会说不幸 一会说幸运呢 你看秦始皇要烧 所有的书的时候 人家就告诉他 一经这本书 不必烧 他为什么不必烧 因为那是不实的书 那是占卜用的 那搞迷信的 民间使用的东西 可见 一经用来占卜 是盛行了很长时间 所以秦始皇要烧的时候 他一听这种书 留给老百姓用 不要烧 一经因为本身的神秘 所以逃过了秦后 以至于有很多人说 你看一经真神 连自己有结一结 他都算好了 他都事先能够防备 我想这个也不必 这么把他神话 因为秦始皇 他总要留些东西 给老百姓嘛 他所要烧的是 那些读书人读的东西 他有他的用意 秦朝以后 汉朝起来了 汉朝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义经分成两部分 一个叫俗数 一个叫义礼 这基本上就已经违反了 义音义扬之味道的精神 因为义经它是讲和的 所有的分都是为了和 我想这句话非常重要 太极可以生两仪 但是两仪怎么变来变去 最后还是回归太极的状态 一个是静止的 一个是动的 动了进 进了动 这样才有变化 我们为了研究方便 把义经分成义礼 分成书数来研究 这个还无可后悔 如果自己了当的时候 书数是迷信 只有一礼才是对的 我想也是有一篇之鉴 我认识一位学者 他一生就是主张 只有一礼 只有一礼 他非常讨厌什么算命 看风水 他弄那时候一拍不远 可是很不幸的 这位先生 最后也是自杀了 可见一个人 完全讲道理 他就少一个情子 他就很少有同情心 这个情理情理 它是合在一起的 完全讲理 讲到最后 大家会发现 有很多人 他是过分理智的以后 他连自己的生活 他都安排不了 那讲书数就更可怕了 那真是义经的大不幸 可是我们民间所流传的 极少极少是义礼的 义礼都办在读书人手上 读书人读了半天 他又不会用 所以人家说 你只会搞理论 然后民间 他所流行的都是什么 算命 看风水 闲日子 甚至连信民学 他总统都搞到里面 他搞得红红火火 很热闹 你能说他们不对吗 你又能说他们对吗 谁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利用这种 说难听 脸就是一些花样 老实外韩人感觉到我很神秘 所以我讲出来就是对的 他把义经推广得 非常流行 以至于今天一听到义经 所有人都说 那你会算命 你可糟糕不糟糕 就好像把义礼整个撇掉了 事实上 读义经读到最后 是要明白道理的 我们面对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的经验不一样 我们面对一件事情 我们立场不一样 我们面对同样的事情 我们喜好不一样 你看看电视就好了 还有人很热衷 足球啊 非看不可 晚上不睡觉也要干 我就从来没有这种亚心 我什么都可以干 但是要配合我的时间 我有时间 我有精神 我就看 你看创球我一看啊 为什么不看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 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 这不自己找到麻烦吗 那个不是 好像他一下子 就是标准的足球迷啊 好像不谈一些足球 就赶不上时髦了 这都是很奇怪的想法 这都是非常奇怪的想法 你看奥连比克运动会的时候 我正好在美国 你看美国的电视播出来啊 你就知道美国人心胸有多宅小 他就是播第一名 是美国的 升美国旗 连第二名站在旁边 他都把它cut掉 就这样的人 那你去看那干嘛 看那一头火 还要唱中国国歌的 要升级的 cut 美国人所谓的国际国际 其实就是美国本身的运动 就叫国际性 就叫international 每一个人有他的立场 我们也不要怪他啦 对不对 因为中国人心胸是很广大的 你播播冠军 也看看亚军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吗 不行 所以我每次看到都是美国拿金牌 后来一看报纸才知道 美国没有拿到那种金牌 因为他撞起那一段 其他不播嘛 那你有什么办法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奥连佩克 大家争取要帮地主国 就是地主国的选手都占便宜 水土比较合 旁边群众加油的比较多 真的要打起来 也比较不怕 大家有发现 像我对什么打的这些 我没有什么忌讳 你忌讳他干什么 我希望各位慢慢去了解 你越喜欢一样东西 也是不正常的 你很不喜欢一样东西 其实也不正常 你不要那么极端嘛 无可无不可 你自然就很平和 面对同一件事情 我们的看法为什么会不一样 我们的感受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 因为我们的家教不同 因为我们的性别不同 因为我们的特质不同 就这样子 第一个 你美国人 他的看法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就是美国人小孩一到18岁 他就要离开家庭 他不来离开家庭 他就觉得很丢脸 所以美国人 美国人他宁可把他的财产捐给社会 他不会给他小孩 他不会 我们是再怎么样也要捐给 留给自己的小孩子 他看法不一样 那你说谁对谁错 你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各有利弊 家庭教育很重要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专益只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 其实各位只要记住一句话 你自然会化解掉 所以我们这一讲 主题就是 家庭教育其实只做四件事 你只要把这四件事情做好 你就没事了 那四件事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就是替他做什么 父母替子女做些什么 这个很重要 因为父母一生下来 把子女摆在旁边 你就不管他 子女就活不了 这是人跟动物非常大的不同 你看动物 一生出来 他就能活了 就算他父母跑掉 他也能活 人就是不行了 你看一岁以前 你只要不理他 他只有死路一条 他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替他做些事情 可是你老替他做 他就永远不会做 很多小孩长得这么大的 很多事情不会做 就是父母老替他做 你老替他做 你的侄女 他就越来越不会做 他无法成长 所以你要教他做一些事情 你替他做 等到差不多了 就教他做 让他自己做 他就慢慢会做 那第三个呢 你陪他做一些事情 有时候小孩只要你陪 他不要你做任何事 你去他反而觉得你在干预他 你看他在玩积木的时候 他一个人玩得很有兴趣 你还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像什么 他说我干脆不玩了 你那么多心干什么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在旁边陪着 他就很高兴了 他自己会学习 所以你看 你替他做些什么 你教他做些什么 你陪他做些什么 最后你让他做些什么 小孩不会百分之百 受你的控制 他样样都照你做 这个人将来长大 就是很典型的奴才 你希望你的子女是奴才吗 那你干嘛要他摆一摆顺 有些地方 你管他要自己做主张啊 这才是个人嘛 你就让他自己做主张 你就让他去做就好了 所以你看世间世间 替他做些什么 教他做些什么 陪他做些什么 让他做些什么 就没了嘛